这个小时的新闻一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各大报 在今天的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呢 报道的是总统府在昨天有公布 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蔡采珍 监察院的秘书长朱富美 还有台大法律序的校售陈中武 前促转会委员尤博翔 在内有四个人 民进党呢主张立法院在六月中旬 召开临时会 针对这四位大法官的提名人选 进行审查还有行使同意权 不过在野党立刻指一了 今年十月一号之后 十五位大法官都是由总统蔡英文提名 跟民进党关系深厚 不仅有费死律师还有卡管教授 整片呢可以说是绿油油的 司法的制衡功能已经丧失了 在这一回四位的这个新任大法官 被提名人选当中 其中游博翔 他是太阳花学运诉讼的义务律师 还有前促转会的委员 也曾经多次参与费死活动 因此最受到外界的关注 好另外继续来关心的是 中国时报的新闻透视 在今天就分析了 这种绿油油的司法人士 无怪乎人民会对民进党政府的 撕改成果是完全无感的 好现在看起来 人民恐怕不会买单 当然天气上的变化 持续提醒大家多加留意 中度台风马娃持续缓迈的移动当中 气象局说了受到台风外而环流的影响 今天风雨是比较明显的 东北部还有北部的山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是好雨 北部东部南部则是有局部或是短暂的阵雨 蓝雨绿岛呢因为台风逼近 预估在今天还是会有11级到12级的强震风 最快呢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好同时呢蓝雨绿岛在今天是停班停课的 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AC非正式领袖高峰会 11月份即将会在美国的旧金山登场 香港特首李家超到现在依旧被东道主美国 施加拒绝入境等等的制裁 是否会获得签证呢 现在备受关注 不过李家超在昨天说 亚太经合会议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 主办方有责任按照规则还有习惯邀请成员来参加 香港呢到时候会按照有关规定 还有惯例出席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